原来过气歌手才是永远的神 他们的影响力被严重低估了 五百万万没想到 自己只是在演唱会上说了几句实话 就为一些小娃娃骂成热搜 还被嘲笑过气蹭顶流热度 有些人唱了一辈子的歌 他的人很红 歌都不红 无论他多么努力 一起唱 无难为止 还是没有人知道他唱的什么 殊不知 他的乐坛地位 其实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众所周知 吴燕天的粉丝 是出了名的不听话 在吴燕天演唱会上 唱周杰伦的歌 直到五百老师来了以后 情况立马就不一样了 估计吴燕天都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自己才是被邀请的主唱嘉宾 但只要挪威的森林前奏响起 就算是吴燕天的主唱 也只能跟着为五百伴奏 现场的欢呼声 差点把顶棚给掀了 在2021年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上 五百一出现当起主唱嘉宾 直接不顾王兴林的反对 把好端端的情歌演唱会 变成了万人蹦迪现场 一二一起来 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 我要拥有你 别插在我心中 哦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 转转转 我要保护你 张宇言 一路的窗户 再一次 哦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 就算你身边 有很多小石头 哦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 转转转转 我要爱着你 呀 负面也不笑 别打动 五百从不过气 因为她的歌永不过时 你们当时25岁 为什么会听我的歌呢 张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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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贝宁有段话就说得很好 过气说的只是一个时间状态 数据也并不代表人气 过气可以说是形容一个时间状态 但它并不意味着一个歌手被歌迷抛弃 当然这批歌迷因为长大了 成熟了 这批歌迷可能不会再像 现在的90后00后的孩子 天天那样刷微博来支持 但是他在这些人的心里 比在微博上更重要 你可以说张迅哲是过气歌手 但这并不影响他是乐坛的情歌王子 搜索过气歌手的时候 他的相关链接里面就会出现张迅哲 就像你现在非要让乔丹回到篮球场 去跟现在的20多岁的小伙子去拼 NBA的总冠军不科学 但是这不影响乔丹仍然是NBA的神 这番话不仅挽回了张迅哲的颜面 还解开了张迅哲这多年的心结 他的粉丝只是老了而不是死了 没有流量并不代表过气 因为张迅哲的地位 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当他在去年的西安演唱会 再次唱响那首《别怕我伤心》时 尽管已经下起瓢泼大雨 但依然挡不住台下数万名粉丝的热情 听完这首《爱如潮水》 网友们更是评价 音乐一响 我的青春好像又回来了 不管是不是点评 孟美琪敲着二郎腿 放弃周传雄的那一刻 还是让无数粉丝狠狠地心疼了 出道三十多年的情歌教父 却被刚出道几年的新人淘汰 看完这一段我人都傻了 要知道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周传雄是少有能比截周杰伦的存在 可就在他事业上升期时 患上严重的胃病 体重甚至降到了一百斤以下 为了养兵 周传雄不得不引退歌坛 可当他终于将病养好 回归乐坛之际 却发现早已物是人非 我记得我卖了好多好多的磁袋 好多好多的CD 然后到每个地方去做签收会的时候 有好多好多的歌迷 但是这几年呢 我的歌迷不知道到哪去了 于是在2023年 周传雄的演唱会开始了 全场座无虚席 当黄昏的前奏响起 再次引发万人大合唱 有些歌一开口就是青春 听到粉丝自发齐唱自抵的成名曲时 年过万百的周传雄瞬间泪洒当场 而台下五万名粉丝们 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狠狠打脸了曾经淘汰周传雄的孟美琪 所以说上山的人 怎么敢嘲笑下山的神 而被亲妈卷走所有资产 被闺蜜偷走所有资源的张绍涵 因此沉寂了整整十年 十年后 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 用一首阿彪宣布自己的涅槃重生 全家平凡垂盖 你是半样 你是非要的年 我 林志炫出登音乐舞台 虽然被主持人称作新人 结果一开头直接燃爆了全场 这唱功直接秒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歌手 说她是乐团六编型战士 一点都不夸张 仅用四句说辞 就哄变了全王 不会是用小灵风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冠军 来 只要这价值227亿的嗓子一开口 我就知道当年就算再比100次 她也是那个当之无愧的快男冠军 所以说过气歌手才是永远的神 就算是已经下山的神 也能轻松碾压如今的顶流